现在我们继续学习第三节全面预算的执行 现在我们继续学习第三节全面预算的执行 都是预算编制完了 计算公司的总预算 各个子公司的预算 给你预算指标分解下达 形成了整个计算公司 各个部门 各个子公司业务单元 预算形成了 下一步都要执行 从流程来讲 我们要执行这个预算 编制流程已经完成了 下面要执行 预算执行的概述 这给大家了解的行 预算的执行是把预算的目标 变成行动的一种方式 所以预算执行一般按照 这两个程序进行 这也是我们重点 在第三节应该讲的 重点在第三节应该讲的 一个是预算的控制 一个是预算的调整 预算调整 但这里还涉及到预算的编制方法 预算的分析方法 要涉及到我们预算的分析 也就是预算的分析方法 所以预算的控制是指 以预算为标准 以这个预算为标准 通过预算的分解 过程监督 差异分析 促使日常经营不偏离 预算标准的一种管理活动 所以预算的控制 简单来讲 就是要纠正 偏差 所以预算控制 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要纠正我们的偏差 纠正偏差 你的经营活动 不能偏离我们的预算标准 你标准 所以你控制的时候 一定是以预算为标准 这样的一个管理活动 我们将预算目标 层准分解之歌 预算的专中心了 这个分解 当然按照责任中心的 选择力 想批评的原则进行 公平合理有理 实现我们的预算目标 所以这样呢 我们控制 要通过什么形式 通过信息系统 展示 会议报告 调研 多种途径及形式 及时监督分析预算的 执行情况 分析指定的差异 行者愿意要提出 对策建议 偏差了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的预算下达以后 上半年过去了 一般的 所以我们出体的时候 经常 七月份 这个预算关于 从七月份开始执行 我们要检查 上半年预算的执行情况 指引过中要进行分析 分析预算的执行情况 分析预算 指引的差异 情况的原因 什么原因 产生了 我们实践过半 任务没有过半 准对原因 有了 你才能提出 对策建议 这是控制 调整 当企业内外部环境 或者企业的基因策略 发生重大变化 什么时候 才进行预算调整 内外部环境 和企业基因策略 发生重大变化 后面要讲 你调整的条件 调整的程序 在调整的后边 我们都要讲这个问题 这是预算编论的基础 不成立 或者将导致 企业预算执行的结果 产生重要偏差 原来的预算 不再适合 失忆时而进的 预算修改 原来预算已经不适合了 不适合我们评价和控制了 这些功能 实际上这样预算的功能了 所以你PC性调整 不调整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种预算的调整 所以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概述 了解度 主要是 这里 这个预算指引共同 就三个问题 预算分析 预算控制 预算调整 第二个 预算分析 全面预算的分析 分析的流程 大家稍微了解 因为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 是我们的熟悉的 这个大问题 所以预算分析的流程 工作中 一定要进行预算分析 分析原因 但是你分析的时候 按照什么流程 加强对预算分析 流程和方法的控制 流程和方法的控制 确保预算分析 结果准确合理 流程是 一共这五步 这五步都不再给大家详细讲 你比如要确定分析对象 对哪些预算和指标分析 假如我们有很多这个预算指标 预算目标 它这个体系 有收入利润成本费用 成本费用 你可以再进步的细分 假如你收入指标 利润指标完成的都非常好 主要是管理费用里边的 一些管理费用 这个数额变动比较大 超预算 可能有时候超预算比较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得要分析 要确定你分析的对象 分析的时候 标准 确定重要性的标准 给标准比 差异 差异在什么样范围内 要进行重点分析 你要收集数据 实际执行的数据 和历史数据标杆写的实际数据 收集这些实际数据 实际数据 以我们的预算标准 预算目标 以比 形成差异 并分析差异行动的原因 然后撰写 分析报告 所以从 确定分析对象 到我们撰写 上报 分析报告 经过这五个步骤 了解的行了 重点 我们要掌握一下方法 全面预算分析的方法 在考试的时候 他要考大家这些分析方法 企业分析预算指引情况 应当充分收集有关财务业务 市场技术政策法律 等方面的信息资料 采用 各种预算 分析方法 从定量 定性 两个层面 反映预算指引单位的 现状 发展趋势和存在的潜力 这些方法呢 大家有所了解 有的方法 教材里边 给大家 举了例题 这些 有时候还要你计算 比如我们2020年的题 就涉及到 一些指标的计算 分析 哪些指标上涨了 哪些指标下降了 有的要你 不让你计算 把这个数据给你 列上了 资产负债表的数据 利润表的数据 给你了 将你分析 原因 提出改进的措施 提出改进措施 所以第一种方法 差异分析 差异分析 将 割预算 报表的数据 由于在我们高级快市里 没有 只提了一下 我们预算管理的内容 业务预算 专门接受预算 也就是投中资预算 到财务预算 财务预算的最终结果 当然我们有 报表 预计的市场代表 预计的利润表 还有我们的资金预算 这些预算报表的数据 与我们实际的 绩效之间 的差异 差异指的是 报表的数据 与实际 绩效之间的差异 你有差异了 你要分析 引起差异的内外部原因 及时发现 解决预算指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和存在的风险 为预算控制 提供目标 方向和重点 你知道 知道存在问题了 下一步 你才是解决问题 采用什么措施 来解决问题 这就为我们控制 提供了目标 方向 重点 我们经过 这个一比较差异 主要是在 费用项目上 费用项目里边 重点是哪一个 项目 变动比较大 变动比较大 所以方向明确了 重点确定了 差异分析法 具体 这边是预算报表的数据 这是实际的数据 经过对比 发现问题 与风险 为下一步控制 提供了方向 重点 这就是差异分析 那么具体差异分析 教材里边给你写了 销售 主要的 一销定产 生产预算的差异分析 这当然指的是 我们制造企业 一般的我们制造企业 一销定产 编制预算的时候 先编制销售预算 我们叫差异分析 第二个叫对比分析 将某项指标 刚才是报表 预算的报表 这就是要具体的某一个指标 某一项指标 表中的项目和总体项目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部分和总体了 结构 极其变动情况 探讨产生的差异 它最终结果也是探讨产生的差异 判断预算的执行情况 判断执行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对比分析法 那么对比具体包括哪些呢 大家知道实际数可以预算数 可以进行对比 以比较差异了 同比 今年的 本期的 一月份假楼 实际数 与上年同期的 实际数 进行比较 进行比较 同比 环比 本期的实际数 与上期的实际数 进行对比 你二月份的实际数 与一月份的实际数 进行对比 这叫环比 所以对比 包括这些对比 价材里面给了 一个例子 这样你都更深刻的理解 这种对比分析法 毛企业集团 2017年三季度 时间是三季度 什么指标 引进收入和利润总额 这两个指标 引进收入和我们的利润总额 这两个预算指标 这两个预算指标 执行差异的分析 一看我们的年度预算 有了 前面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执行完了 预算 第三季度预算 八百 八百亿 实际八百二十六亿 这样八百二十六 比上八百 完成率 百分之零点 一百零三点二五 完成得好啊 超过百之百了 所以你预算 八百亿 我们实际完成了 八百二十六亿 前三个季度 这都累计数了 前三个季度的 引入预计两千亿 实际两千一百五十亿 完成率也非常好 从预算指标的进度来讲 前三个季度 前三个季度 指标的进度 75.44也好 没有问题 税营业收入指标 不管是第三个季度 还是前三个季度 完成率都是非常好 预算指标进度 也是比较好的 大家看利润 全年的利润 第三季度 全年的利润 一百二十亿 第三季度 预算三十四亿 实际 三十五点九七亿 完成的也比较好 但是从前三个季度来看 预算三十八十六亿 实际八十四点三零亿 没有前三个季度 对利润指标来讲 没有完成 完成率 九十八点零二 进度 也没有达到分支 75.44 这就是存在的问题 这问题来了 就在这 由于 我们没有给你的实际的资料 只是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数据 所以你的原因的分析 差的分析 不可能很透彻 所以基本上都是面上的内容 没有进行深度的 深度的进行分析 当即预算完成情况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均完成了预算目标 完成率分别是 103.25和105.79 当年累计预算完成情况 前三个季度营业收入 完成了阶段预算目标 完成率 107.50 但利润总额 未完成阶段性预算目标 完成率98.02 所以从全年预算 进度来看 营业收入预算完成率 75.44 这个进度 与时间进度 基本一致 时间进度 你先三个季度 从时间上来都是 分成75了 那么我们营业收入完成 75.44 基本是一致的 利润总额预算完成率 70.25 进度之后 说明第四季度 该且应该重点 加强利润指标的预算管控 方向也明确了 但是采用什么措施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的利润 前三个季度 这个没有完成的 没有这个进度之后了 是因为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之后了 第三季度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啊 完成率还超过100%了 所以这个原因 没有跟你讲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 结合在 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 分析原因 这是方向 下一步 你的预算管理重点 管控的是利润指标 所以这就是 这个内容 下面就是 给他举了一个案例 这些案例来讲 也是最基本的 因为他不可能给你 很全面的资料 某商人公司 假公司 对全面预算 指引情况 进了分析 有关 2018年 预算分析的情况 如下表 这个稍微复杂一些 这涉及到我们的利润表的主要指标 涉及到我们的利润表的主要指标 营业收入 2017年度实际数 利润数 700亿 70亿 所以利润额比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率 就是利润总额 以上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比营业收入 这里 二者之间的比 形成了营业利润率 你18年的预算分析 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这是金额 营业利润率 这是比率 18年预算 760 利润额71 那肯定比上年都增长 营业收入也增长 利润也增长 将上年实际增减 一个是增长 按预算 目标值增长 8.57 这个是增长 1.43 到18年 预计十几颗完成值 金额和比例 收入 收入 完成了 765 亿元 实际增长了 9.29 利润 也增长 也完成了 72 但是实际增长了 2.86 实际增长2.86 我们的利润率下降了 这是问题来讲 你增收了 收入增长了 增收工又增利 利润的增长幅度慢 造成你的营业利润率下降 这收入和利润之间 差了一个成本费用 没有很好地控制 我们的成本费用 下面这是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18年的实际数 18年的实际数 资产负债率 肯定大家都知道了 负债比资产 年初 实际数 因为这是一个 10点指标 资产负债表 18年的预算目标值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负债率 69.12 资产 年初 增长 13.33 负债增长 30.56 这预算 就这 预算的目标值 做的 但是我们实际 可能完成值 资产 大大了 3600 3600 的规模 负债 2550亿的规模 我们负债率 比 18年初的实际数 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你资产 年初增长了 20% 我们负债 增长了 41.67 负债率上升 营业利润率下降 意味着 风险 负债带来的风险 从风险的角度来讲 我们叫财务风险 这只问题 所以根据上表资料 指出 甲公司在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两个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指出改进的建议 根据上表资料 要指出 甲公司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 对比 比较分析方 对比分析方 从那里主要的问题很简单 经营成果方面 这是利润表 收入增长快于了 利润的增长 营业 利润率下降 所以你增收了 收入增加了 利润没有增 不增利 操作方面 这是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规模都迅速增长 资产负债率显著提高 带来财务风险加大 深入的原因 不可能分析出来 深入的原因 不可能分析出来 因为你掌握资料有限 这是为了满足我们考试的需要 满足我们考试的需要 所以改进的建议 改进的建议 降本增效 提高我们的盈利能力 这是指的 这种增收 不增利 营业利润率下降 来讲的 控制资产负债率 防范财务风险 这指的是 资产负债率提高 财务风险加大来讲 方法 对比分析 这就是讲的这种方法 第三我们叫对标分析 预算管理中的对标分析 就是传取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所谓比较标准 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作为我们的标准 通过对标分析了解企业在行业 进度中的地位 你的差距在哪 差距是与这些标杆企业 对比出来的 对标吗 所以一看差距 有差距了 下一步你得要提出改营头事 争取营头赶上 像标杆企业看齐 所以这是这个对标分析法 我们在预算目标协定的时候 也讲了对标分析 也讲了对标分析 现在是假公司一家 现在看这个案例 即规划设计装备制造 工程施工为一体的 国有大型综合性建设集团 2018年初 假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 提出要进一步提升 战略规划 年度计划预算管理绩效评价 全过程的管理水平 全过程的管理水平 这是给了你一个提段 会议听取了 17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财务部 9公司17年度 2017年的预算执行情况 给了全面分析 并选取行业内标杆企业 M公司作为对标对象 你可以谁对标 M公司作为你的对标对象 对标哪些指标呢 经常讲盈利水平 就是盈利能力 资产质量 讲的是营运能力 这资产质量讲的是营运能力 就是你资产的周转率 营运能力 债务风险 讲的是偿债能力 产还债务的能力 偿债 经营增长 发展能力 你的经济增长 增长率 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利润的增长率 这些都是一个发展能力指标 割算起来一个关键指标 经对标分析 这是与M公司 标杆写上M公司 我给他对标 对标 重点就本公司与M公司 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差距 向会议作了说明 这是假公司 这是M公司 营业收入经历率 这是盈利水平 反正我们盈利能力 这个指标 差不多 很接见 周转率 资产的质量 提现 资产的质量 这用百分比 一般的我们用次数 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周转了多少次 每周转一次 用了多少天 这些都是反映资产质量的 假公司 68.36 M公司 75.88 你的 周转 说明你的资产 资产的质量 存在一些问题 资产质量 资产负债率 我们讲了 资产负债率 水平 你的资产负债率 高于M公司 营业收入增长率 16.23 假公司 M公司 22.84 你的增长率 低于 根据要求 根据上路资料 整对四个关键指标 指出 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高级快诗题目里面 指出 假公司 与M公司 存在的 差距在哪 这个差距在哪里 并提出 相应的 改进措施 准对这个差距 我们提出 改进的措施 提出 改进的措施 假公司 与M公司 的差距体现 总资产周转率 以及营业收入增长率 低于 M公司 资产负债率 高于 M公司 所以 准对这样措施 因为呢 没有给你 其他的资料 你不可能进行 深入的分析 就是表面文章 表面上 这些现象 所以我们高级快诗考试 因为这是 未来英诗出的题 那么具体 你深入分析的时候 还要 很 这个 具体的进行 深入的分析 所以我们改进的措施 加快总资产的周转速度 提高产品的质量 提高产品的质量 提高营业收入的水平 加快经营增长 这是 正对我们总资产周转率 这个指标来讲 提高营业收入水平 加快经营的增长 这是 正在对我们经营 营业的收入的增长 来说 合理控制 资产负债率 防范财务风险 所以资产负债率 不是越低越好 也不是越高越好 不是越低越好 也不是越高越好 资产负债率 它这个中性的 所以我们要适度负债 这里面叫合理控制 适度 防范财务风险 所以对标分析法 结构分析 分析我们的实际数的结构 与预算数结构之间 结构就是构成的差异 分析结构变化的 对预算完成情况的 不通分下 实际数 与我们预算数的结构 这就是说 我们不但要总额 分析总额 还要看它的结构 合理不合理 来发现问题 给我们举了 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某家企业年初 总预算2000万 费用预算 假如你的消费性支出 500万 升转性支出 1500万 这就是说 这2000万是由 这两项支出构成的 年底 年底的时候 这费用没有超啊 总额没有超 反而是2000万 似乎说明 它的成本控制 得非常好 但实际上 我们结构 对比 把实际数的结构 和你预算的结构 一对比 发现了 本模倒置了 消费支出 给公司带来的贡献 非常有限 本来预算是500万 你结果 消费支出 1500万 那相反 升转性支出 只花了500万 而预算1500万 这就是结构 这就是问题 所以成本总额 都是2000万 整个支出内容 分模倒置了 所以做差异分析 是 不能只看总额 必须一项下分析 一看管理费用 这不总的 没有超吗 但是里面具体 我们还要进行 结构的分析 趋势分析 是根据企业 连续几个时期的 分析资料 确定分析 各个时期 有关项目的 变动情况和趋势 变动情况和趋势 这就是趋势 这就是趋势分析 趋势不是一期 一定是连续 热干起 的分析资料 连续热干起 几期的 确定 分析各个时期 有关项目的变动情况和趋势 这是我们教材上的一个例题 原来也没有例题 后面都给大家加了 这是分析什么指标的 营业收入 和利润总额 你看啊 利润收入和利润总额 这是衡量 我们的预算的 两个最主要的指标 完成情况录下 所以这是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三个年度的 看看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每个年度的 这个指标的预算 完成情况 如下表 从绝对值来看 2015年 到2017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 600亿 720亿 和828亿 实现利润总额分别是 26亿 30亿 36亿 规模效益 均保持逐年攀升 这是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都在增加 都在增加 这是从绝对值来看 有时候 我们看更全面的分析的话 不但看绝对值 要看它的相对值来看 相对来看 就是增长率 变化趋势 增长率的趋势 17年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15% 将上年 同批 同比增速 就是16年 营业收入 同比 增长 20% 说明你回落了 17年比16年 你增长了15% 那么16年比15年增比 增长了20% 回落了5个 百分点 营业收入 增速 缓了 放缓了 17年利润总额 同比 比16年增长了20% 叫上年同比增速了 因为上年16年比 15年同期比 15.38 加快了 营业收入增速在 趋势 在放缓 但是我们利润的 总额的增速 在提速 在提速 所以这就是一个趋势 必须是 几期的 第六呢 是因素分析法 在对比分析中 为细分差异 需要将指标构成 分解成几项因素 对几项因素 注意替换 所以大家 在终极 我们报表分析里面 都讲了 因素分析法中的 因素分析法中的 我们讲叫连环 替代法 还有它的简化版 简化形式 差额 分析法 这是我们用的 最基本的工具 分析方法 在这里面 因为教材没有立体 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第七排名 这是我们经常管理的排 排名 准对内部 对其内部功能相同 相似的作用单位 选择一个 能反作用单位 运行情况的核心指标 人均收入 人均管理费用 排名 像国家一样 省会城市的人均GDP 排名 我们GDP的增长速度 排名 增长速度最高的 这就是排名分析 进一步 分析差异 促进排名落后的 这种单位 加强管理 改善业绩 排名分析 最后一种方法 叫多维分析 多维 顾名思义 多个角度 多个侧面观察数据 库中的数据 这叫多维分析 能够使分析者 从多个角度 多个侧面 观察数据 库中的数据 从而深入了解 包含在数据中的 信息和内涵 深入了解 包含在数据中的 信息和内涵 这叫多维分析法 是分析者 多个角度 多个侧面 去观察这个数据中 的数据 这就是多维分析 下面 就给大家举一个 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也是我们过去 考试的 一个题目 甲公司为一家 过有大型企业 M公司的 传资子公司 主要 两项业务 水利水电工程 这是他的 基础设施工程 这是他的业务 单从业务 这是两个角度吗 你多角度 多侧面的话 一定是 对这个来讲 业务 比两项业务 一个角度 涵盖 境内 境外 两个区域市场 近年来 甲公司积极推进 全面预算管理 不断强化 绩效考核 促进公司 战略目标的实现 相关资料录下 18年初 甲公司对 17年预算执行情况 仅全面分析 17年营业收入 和预算执行情况 录下表 境内 境外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从区域来讲 区域市场 这个角度 多位分析吗 这是业务 区域 两个区域 这是两项业务 水利电力工程业务 基础设施工程业务 所以这个体的要求 一定要审清其 第一告诉你 用多位分析法 从区域和产品 我们的业务 要产品 从区域产品 两个维度 像结合的方式 因为它是结合的 交叉着了 指出假公司 营业收入预算 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存在问题 不要说完成的 完成的 那不叫问题 没有完成的 就是问题 说明多位分析法 的主要优点 对分析法的主要优点 主要的问题 井内 水利电力工程业务 以及井外基础设施 工程 井内的水利电力工程业务 和井外 基础设施工程 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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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一上不了 这都给大家 列出来 未完成 这就未完成里边 井外的 主要是 基础设施工程 应该是 从那 基础设施工程 这是井外的 基础设施工程 没有完成 从我们的产品来讲 井内的水利电力工程业务 未完成 未完成 所以这就是 我们的一个分析 所以 井内 水利电力工程业务 井外的基础设施工程业务 未完成 年度预算 目标 所以 主要的优点 可以从多个角度 多个侧面 观察 相关数据 深入了解 报案的数据 信息和内涵 所以 这八种分析方法 考试的时候 要设计 有些分析方法 我们教材上 给大家 出了立题 大家还要 引起重视